世界 世界和平推手 功德榜 世界真好獸 我講的順便推行修道不是說做一個什麼樣的活動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你在你執行公務的時候 所謂執行公務 有很多种状况 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很有趣 当然大部分的 被我问到的年轻人都说应该 都说应该 可是也有极少部分的 他说用不着啊 我把我公家的事情做好就好了 我干嘛 我公家的事情做完之后 还要讲一些 对民众讲一些什么笑与不笑的事情呢 其实这个可以让我们去好好想一想 但是我遇到两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例子 在这里面跟各位报告 有一次我遇到 我在一个警察班 讲这个笑道的时候 问这个问题 其中有一位刑警 然后他说不必 意思是说 执行公务的时候 不必去推行什么笑道 我说道理何在呢 下面这句话我是引述的 不是我的意思 那个刑警是说 那些都是畜生 各位你要知道说 一个刑警他所面对的 我们讲说服务对象好了 其实 那就是 可能会牵涉到暴力的问题 对不对 他所面对的环境 或者面对人常是 带刀带枪的 他经常都在防卫着 他认为说那样的人在社会坐监犯科 你跟他谈笑道是完全没有用的 这是一个我遇到过最强烈的反面的例子 但是在同一个班里面 在同一个班里面 有人说应该 那这什么人呢 我就问说那你在哪里工作 他说我在监所服务 在监狱里面服务 他是监所的管理员 他说他常常会把这些兽型人 找到他的面前 他说给他一张 哎凳子坐下来 因为我没有进过监狱 我不知道什么回事 给他个是这样子啊 哎凳子啊 你也知道啊 不错啊 就说啊 就跟他说 那你现在犯了过错 然后呢 就在监所里面 也许被关多少年 这样子的话 你的父亲没有人照顾 长辈没有人照顾 你想想看 多不值得 跟他讲这样的事情 他说那些兽型人 常常都会掉眼泪 各位 这是我遇到 两个极端的例子 就是说 有人面对那些 还没有判刑的人 他认为说 不应该跟他讲孝道 有人说 对那些已经判刑的人 他跟他讲孝道 而且会感动 那相关的人 这都可以让我们去 好好去想 如果说我们大家都对于 行孝这样的一个观念 孝的内涵 能够好好去彼此互相的感染的话 我相信 大家做很多事情 之前都会想想看 我应不应该那样去做 比如说 侵犯别人的 影响和平的 影响和谐的 我们该不该去做 那至于说 有些所谓的自残的事情 那更加是 先去想一下 因为我们都知道 身体法复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死也 各位还记得 应该是没有多久以前 在大陆的富士康 那个工厂 对不对 有很多 最流事件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工厂就 他那些工人就发动了一个 叫做万人事实大会 就是说 我们大家 大家要约好 就不再 不再自残了 那我在 相关的杂志上面 刚好瞄到 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是 在那个事实大会上面 他们的标语 各位 那个标语 让我看到觉得 很惊讶 因为他上面怎么写 他说 四句话 永不轻生 对不起 绝不轻生 永不放弃 孝敬父母 回报社会 各位 他是 世事大会的 那个焦点是 不再自残 对不对 那当然前面 绝不轻生 我们可以理解 这意思是什么 永不放弃 我们也可以理解 对不对 但是第三句话 会把 孝敬父母 放到里面去 这就很有意思了 再加上 最后一句话 是回报社会 各位 如果我们用一个 孝的观念 看起来 绝不轻生 永不放弃 事实上就符合 刚刚我们孝经 念了孝经的 开宗明义章第一 孝敬父母 是因为 你不轻生 你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 就等于是 行孝了 的孝敬父母 能够有这样子的 一种想法 这样的一种行为 那当然会造成 社会的 安定 或者相对来讲 不会造成 社会的不安定 不会造成 社会的不安定 那就是 让大家过得 更和谐 更和平 如果我们从 这么简单的 四句话 把它扩充出去的话 用在整个世界上面 各位认为说 推行孝道 是不是可以让世界和平 这其实 我刚刚听到 杨院长讲到说 我们可以 很多事情是可以从 小到中 到大 从点 可以扩充到面 推行孝道也是一样 小 自于家庭 中 自于一个社会 大 扩充到整个世界 如果大家都行孝 大家都讲 感情 大家都尊重别人的话 那怎么会不和平呢 杨院长刚刚提到 一件事情 他说我在中正大学 服务过 其实 他是在表扬自己 我是能够到中正大学 是他 他推荐我去的 推荐我去的 我讲这个事情 其实是 因为我到中正大学 那是从 他筹备处就去了 然后 当时 就叫做 训导处后来改成 学务处 学务处就是学生事务处 那我自己 到了那边之后 言一个说起来 那个生活蛮艰苦的 因为从零开始 他都推我进火坑 不过我也感激他是因为 因为我有了那样的一个经历 一个职务 所以我可以把某些想法付诸实现 比如说 比如说 我到了中正大学之后 我就 要求 我们的工作同仁 当学生到办公室跟你谈话的时候 你要请他坐下来 你不可以让他站着跟你讲话 如果你让他站着 而你也必须要站着 各位 很小的事情啊 可是会 书造出一个 彼此互相尊重的环境 对不对 结果 在一年半载之间 那学生对于整个校园的气氛 感到非常满意 他们觉得说 这学校好和谐啊 为什么和谐 他彼此互相尊重啊 我感谢完杨院长之后 我就跟柯一讲 我的结论是 如果说 我们现在在台湾 即使是那么小的一个地方 每一个家庭的成员 都能够互相尊重 父子子孝 扩大 到机关里面 到公司行号里面 每个人也互相尊重 生活和谐 相处都和谐 这个社会慢慢 就输造出一个 很好的气氛 再过来从此呢 整个世界 难不难呢 其实不难啊 刚刚张校长讲到说 恐怖分子 恐怖行为 他反正他自己本身就蛮恐怖的 恐怖行为他注意到了 其实你要想到说 现在这所谓的恐怖行动 恐怖行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没有爱心嘛 大家没有伦理了嘛 伦理是什么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我尊重你是人 你尊重我是人 最基础的就是这样子 那恐怖分子说 他会把别人看成是仇敌 然后把他杀了 但是你要注意 这样子就毁掉别人的家庭了 当你杀了一个人 你事实上是毁掉一个家庭 整个都受到影响的啊 那如果说 我们把所有伦理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伦理关系 都认识得很清楚 彼此不会互相的仇恨 不会互相的斗争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 到一个社会到世界 那不就是非常非常和平吗 刚刚师父谈到说 要落实啊 不是用讲的 我们都说笑道是行笑 行笑就是说要行 不是空口讲 师父也讲到说 要古镜重圆 看起来笑镜是古镜啊 我们如果大家都开始做的话 就重圆了 这都是很重要的 从心里面出发 然后落实在到我们的行为 然后影响到家庭 影响到社会 影响到全世界 世界和平 真的是指日可待 那我的报告 就暂时到这里结束 等一下 请各位指教 好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院长 他也真是 所谓的老生常谈 所谓的苦口婆心 把这个问题是点到 跟我们现在中文在做的 是完全一致的一个概念 他一直很慢慢地讲 拖到11点钟 因为我跟他讲说 11点钟要休息 10分钟到15分钟 他很帮忙 那我们现在就休息10分钟 大家就慢慢地进场 我们后面 只是回应时间 我想 刚刚他们两位 这么讲 从这个整个 人类发展过程当中的 这些 不管是打打杀杀 争争斗斗 到这个所谓的续菌的传染 到人类的疾病 对我们整个 所谓的世界的伤害 我们谢院长 是从所谓的孝道 行道 行孝 这个很基础的点里头 再来切入 他们两位的说法 大概我想师傅听起来说 心有七七焉 等一下师傅一定会 很多想法 很多的感触 很多的期待 也会继续地 来跟我们发挥 开始 我们先休息 几分钟 各位等一下 我们就 请各位进场的时候 我们就大家就 动作 就稍微配合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各位 谢谢 各位 我们回到今天的论坛的 第二个阶段 刚刚前面他们三位主任人 各把自己的论点都已经表达 现在是 先在各位回应之前 我们先请他们三位 看有没有什么要回应 或者要补充的 我想师傅一定是很希望能够把 刚刚的东西能够把自己的想法 把期待能够做进一步的这个表达 好 我们先把这个时间给师傅好不好 好 再请师傅 好 再请师傅 好 再请师傅 好 花表就站起来 现在我回应我就坐下来 好 再请师傅 杨院长 还有张校长 还有我们谢院长 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我们很荣幸早上 我们大家静心 来提听 递听 听两位 他们的上圣智慧 关于第一个 续静 枪炮 以核能战 或是战争等等的问题 我很担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是枪炮也不是核弹的战争 就是续静的战争 人与大自然的战争 人与实物的战争 那我们都是由人的心引起的 人心所引起的 但心本来就清净 没有问题 而问题就出在人的念头 人的念思想 三毒贪嗔痴 就是将刚才所我们张教长所开示的 这个战争的问题 那都是从念头贪 生吃 吃了就是无名嘛 吃了忍不住气 所以赞成这个豪杰 所以未来世界大战的问题 我一直在担心的 最近一直在强调 从去年十月开始 我们在维新天下市 我一直在强调了 人与粮食的问题 粮食与大自然的问题 大自然的问题 就也是从续静开始 这个叫天温永息 天温所发生的 又变成天灾 天灾又变成天温 像这一次日本 311的这个避震 越境是大学 大学在越境 危险先到尊天发祭 核电厂海啸 所演化出来的 无论在空气中 在陆地 在水里面的 这个细菌问题 说实在 我们在各种的场合 都可以想像得到的 这个细菌的问题 也是天温嘛 上天在警告的 世间的人类 要喜福 要知恩 要感恩 这个是上天在教化的 我们人类 所以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地方 有什么天灾 天温 我们要回想 要联想到 上天在警告我们 所以这一次日本的311 日本东京市长 他一个大智慧 还有开悟了 他都是日本人的物欲所引起的天前 所以天温就是天前 细菌就是天温 细菌就是上天 对于人类这个浅着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几年前的SARS SARS大家对于SARS 有一件人类非常糊涂的 把这个SARS的细菌 归罪在归姬吧 果子里 冤枉啊 出了几千年了 都没有问题 怎么现在到现在来 就把他罪归在果子里 好 那我们就要用益 用益经 挂向地火明雨 初遥 初遥 初遥地底下 卯木化为纯土 这是我们地球 在各种的时空时代 尤其来到这个近代里面 很多的这个地上的一些植物 木草等等污水 腐化在地中嘛 在地中因缘合合起来 就细菌满天飞了 视为SARS嘛 所以这个SARS的问题那么严重 当时在我们国内 也发生了那么大的轰动 那时候最冤枉呢 就是我们的同修师兄 吴康文吴院长 他受了最大的委屈 在大陆中国 究竟死了多少人 大陆的媒体真的很好 保密的 这个保密的 非常的保密 连要进到北京外面的路 也把它弄成一条沟 让你抽着别人进不去了 这个也都是封锁现场的 封锁消息 但是无形中的天温 在整个的大陆 在世界各地 这个细菌的问题都是天温嘛 这个是上天在惩罚人类 人类因为缺少智慧 缺少刚才我们张校长 他的开示 这个人类的爱心不够 所以上天会潜着我们嘛 所以本中维心中 我们是用这个宗教的方式 上达天心 下达地狱众生苦难的心 中通人世间 大家所修行的智慧 大家一起来 共同创造和谐 就以爱为出发点 我相信 以爱为出发点的时候 人类的细菌 就会细菌之战 就会减少 不然的话 还会更多 这是我们大家所共同 要一个认识的 这个是我本中文 一直从修行的律堂 来鼓励大家 再来我们听了 我们的薛院长 他的孝道 其实现在社会上 世人世间的孝道很重要 在这几年来 大陆的经济 一直突飞猛进嘛 当然孝道文化就跟不上了啦 未来在整个的大陆 一些战争 父子之战 别的孩子的战争 是从孝道而起啊 这个有钱 只种钱 不种情 也不易 孝也没有了 这个大陆呢 我们在大陆到处跑 这个可以 常常可以听得到了 所以未来 很 让我很担心 人类的浩劫 也从这边一个家庭里面的孝道 有钱就好 没有钱啊 那么孩子啊 子女就跑了啦 那怎么办 所以这问题 都是未来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啊 世界各国啦 还有我们有上山智慧的人 尽量大家共同来 倡讨孝道 至于孝道呢 世间的孝道 是短暂的孝道 可以做得到 但是永恒的孝道 要做得到 很困难 所以我们在2003年 王晨老祖福开市 我们要举行大孝 中华民族联合季主大典 在林口大体育馆 我们今年 2021年1月1日 还会再办第三波 第三阶段 我们再次邀请两位 校长和院长呢 和郭介都能来参加 校 我们叫追根溯源 我们都有多生父母的姻缘 回想在2005年 在2006年 因为我们季族圆满 在我们季族的过程文书里面 季族文就持有足 都是我们中华儿女的多生父母嘛 所以我到大陆郑州 荷兰省他们的统战部长 还有文化研究会 还有他们的省的主席里面 政协主席一起请我们示范 那时候我去了啦 硬要去了 跟他谈到我们季族的事情 当时他们这部长统战部长 就是常部长 他跟我说了一句很无奈的话 而且也是他们 不知道从哪里来谈起 他说师傅 你的光盘我看过了 我看过六遍 我说你有什么指教 请指教 他跟我说 你看到这边 我做一个结论给你好不好 我说好 你要为持有祖宗平凡 我说是 他说不可能 我说绝对可能 他问我说你为什么要为持有来平凡呢 我们有三组不是两组 皇帝元帝 在下来持有他是打败的 我问他说你有没有祖宗 有 那你 我问这位常部长 你相信你们有多生的祖宗吗 你的祖宗就祖宗一起祖宗 有啊 不然我们怎么要抱出来 又不是从石头出来 那就对了 那也许你现在就是持有了后裔 他哪有可能多生5000年的这个婚姻 而是血统一直在交替的 所以当下你到5000年来 你不知道有多少次都是持有的后裔 你只是你的灵魂 现在站着在座流离 你的瘦身肉体血液的循环 你毕竟有无量节来 这一些一直在繁年 所以这常部长和他们另外一位 政协主席 他说你这样讲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那怎么办呢 我们的国家最高领导 也都说持有出坏蛋 我说万一有一天我们的领导 被后人说他是坏蛋的时候 战败了嘛 打仗了打败了 就变成恶魔 那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啊 所以这个就是问题嘛 中华民族留下来的孝道问题 公公爷爷和奶奶都吵架 你不能说爷爷不是我的爷爷 奶奶不是我的奶奶啊 我跟他讲了再一年你就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持有子 组他的整个的历史 和中国一个文化 会兴起一场很大的 暗潮汹涌的革命战争 第二点喔 差不多这个时间嘛 好了 韩国就来过说 持有是他们的祖先 那时候画卡通演电影 说皇帝被持有打败 跪地求导了啦 这样一来的话 中共是大陆文化团队等等 开始起紧张了 所以才一直陆续赶快 世界沟地建设 这个孔孟学院 而且孔子被韩国把它 登记为他们的资产嘛 文化资产嘛 很多被登记为文化资产 所以第二点我们又去了嘛 去到云孟山到荷兰一起吃饭 那个部长他说奇怪 师傅你怎么会 你们台湾怎么会知道这个问题 就是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 优秀人民在台湾耶 优秀民族在台湾耶 我们台湾的众孝道耶 不是说只有你成我张他离 各自败各自的祖先是应该 但是总共的追根溯源 到这个根源的祖先 我孝道一定要大孝一定要做 所以我们在台湾举办 每年都有大孝的技术大学 所以这几年呢 大陆他们都很想要来参加 有的可以来有的不可以来 我们2012年我们要举办 老祖开市的最根溯源 这是大孝 一般家庭的小孝 这个是会很重要 家家户户的小孝 势力就和平嘛 但是从中生有一个 我们列祖列宗的灵魂 在灵魂里面转身轮回很无奈了 很无奈的问题很多 所以会很多影响到后裔 后代子女的心境 心境一乱 那家里问题又来了 所以我们本中文为心中 是以大孝为前提 以大孝 然而是宗教小孝 而且天地人三才 大中小佛罗唯一 是我们中文未来提倡的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院长给我们做我们好的庙法 我们也希望配合着宗教 这个多生父母 多生缘分 累结父母等等 这个方面的智慧 宗教思想和信仰方面 共同来建设一个完整的我们的心 好 我们的心 安定了 世界就能和平 好 我们今天谢谢两位 好 谢谢 两位要不要再可以 要客气吗 各位有没有什么要请教他们 要请他们再补充的 没有 我刚刚听到 谢院长 刚刚是想到第一阶段先告一个段落 那是第二阶段要开始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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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要补充 有没有补充 好 来 对 谢谢 谢谢 首先我刚刚听到师傅讲的时候 这个多生父母的问题 谈到自由的问题 其实因为我过去是有一个阶段是 比较注意那个中外文化交流的事情 就这个因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关系 会有很多不同的种族的人进入中原地区来 那师傅刚刚讲的是 比较早期的自由那个时期 那我讲的是说比如说 从汉代以来尤其是唐代 太多外族人进入中国来 其实我们基本上就不是 是什么纯种的中原人啊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认知 那我这回应师傅刚刚讲的说 说讲到自由的问题 其实没有什么说站不住脚的 绝对是站得住脚 另外因为我刚刚又翻了一下 不是翻了一下 因为我刚刚听到 在休息的时候听到杨院长对我的开示 他从心理学上面 谈到这个校道的问题等等 会同时讲到说 其实行校是从最细的地方 最家庭最个人的地方去做的了 那我想到说 《校经》里面有这么一小段 《校经》从刚刚讲到是 《开宗明义章》第一 那后面呢他有《天子章》 有《诸侯章》 有《清大夫章》 有《士章》 然后素人章 换句话分开不同的 那个阶级来谈校道 其实那个内容都是很生活化的 一般来讲我们说满足校道的话 大概有两个基本条件是一定要做到的 一个就是对长辈的物质生活 我们要照顾到 那是最基础的 就是我们常理解到说要奉养长辈 这是从物质生活去开始 但是那个比较更重要的还是精神生活 所谓精神生活就是说 当然你先满足物质生活 但是比较更高层次的 还是要满足长辈的精神生活 我总不能够说 我们对长辈讲说 一单式一瓢饮 你就每天吃一碗白饭撒一把盐 然后喝一碗开水 那你就可以过 这个当然 基本校道不是这个样子 最起码要让他生活过得安稳 但是不是那样子就了 一定是会让他不会担心 会更愉快的 那个是属于精神层面 那精神层面怎么样 这样会让长辈精神生活过得更愉快 那可能就要尽更多的心 那是很细腻的 在这里当然我们没办法讲 可是重点是刚刚杨阳院长 谈到一个声音我想到 《孝经》里面的树人章里面讲到 最后他总结了 前面的几种阶级的人 他说 故至天子至于树人 孝无忠实 而患不及者 为之有也 他说从天子 以至于一般的老百姓 行孝这件事情 是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的 我们懂事的时候 就要开始行孝 到我们也许到我们生命的结束 甚至会影响到后代 那个无所谓结束的时候 就孝无忠实 那底下那句话也很重要说 而患不及者说 怕做不到的 为之有也 没有的事情 换句话说 任何人都可以行孝 绝对我们不能说 我这个孝道我做不到 我对父母亲和颜悦色 我做不到 我这个提供他们 最基本的生活上的安定 这个物质生活 让他们安定 所以我做不到 这个 旧孝经里面讲说 没有的事情 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 当然 还是从我们的身边开始 从我们的家庭开始 这是 刚刚在休息的时候 闲谈听到 梁院长的启发 我再补充这两句 谢谢梁院长 你一直都在提醒我 新装潢 新风貌 其实我们做父母的要求 并不多 不久前母亲节 有个朋友 她的女儿 从美国打电话来 跟她母亲节快乐 她整夜都睡不着觉 我们要求并不多 是不是啊 老实讲很简单 我们常常在学校里面 告诉学生 母亲节 父亲节 打电话免费 甚至到国外 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小的时候 照顾小孩 把尸把尿 我们都不会说 那个 她小孩子呢 翻尿布呢 那个很安闻 对不对 可是将来 如果 你 爬不起来 你啦 我告诉你 你要求女儿是那样吗 很难啊 真的是很难 我们要求并不太很多 我一个朋友 我不是说你啊 女儿送给她一条 父亲节的领带 我大概是我看 是最难看的领带 她常常戴 一天都还都戴 一位女儿送的 要求真的是不多 老实讲 我们要给父母了 只要一句话 很简单的 我们父母都不在了 我们想要 我 我从国外回来 半年 我父亲就过世了 她中风十几年 写信给我 都是回来两个字 因为她是 不会写很多 也不太会写 可是呢 那个时候也没有像 电话打也不方便 从国外 要求真的是很多 也不多 现在我们也要求小孩子 并不太多了 那至于 本人师刚刚谈的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讲 有三种人 一种是白种 一种是黑种 我们叫做蒙古种 蒙古种一个特色 事实上有几个 这个特色 比较明显的 就是血型 蒙古种的血型 全部都是O型的 你是什么型 O型 骗我 你是雜种 A型 已经 已经混过了 这个 北京猿人旁边 三顶洞人 一万多人 三顶洞人 旁边就有黑人 你不要以为 三顶洞人的死骨 是死方种 已经有黑人了 已经有印欧名字了 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都混血了 唯 艾斯基某人 艾斯基某人是百分之百 偶型 因为它是从中国北方 那个时候因为 那个白令海结冰 结果是过去的 可是现在它当然也是混 所以我们民族是混的 你如果不懂我是B型 所以这个时候是混的 我们另外一个特色 这是产型的萌芽 我们的萌芽是 像那个产字一样 是西方 那个印欧名或黑人 它是直的 所以我们咬东西是比较厉害 因为产型 被咬到的不得了 另外一个是你的臀部 生下来有一个叫Mongarian Spots 小孩子有那个胎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小孩子在美国住室那时候 他们说 快来里面这些实习医生 这叫做Mongarian Spots 因为以前不知道 很多人说 里面把小孩子打成那个样子 他不知道那个叫做 我有一年到瑞士去 瑞士才报道 有人出生了 他有这个Mongarian Spots 很简单 那个是马都西征的时候 有一大匹 蒙古人留在那里 所以他们那个葬礼 还是有一点 东方人的这个葬礼 所以这个人类分种是很厉害的 是很厉害的 美国如果不是有这些分种 他没有今天 你可以看 现在欧巴马 你想不到吧 欧巴马的父亲 对不对 你可以看 他是非洲的黑人 欧巴马的母亲 曾经嫁给一个 这个中国人的印尼的花交 所以他是粉的 你可以看 美国现在如果不是这一些的 新的名字给他 从Kissinger Berlinski 这些都是 他们讲话都带德国口音 到那个 带欧洲的那个 波兰的口音 所以他们是这一批 给他新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最灿烂的是唐代 因为唐代是最 跟外种人结合 你看独孤皇后 他就是一个北方的宣卑族 宣卑可能是土而其人 东晋有个皇帝 看到他 他胡子是黄色的 所以他是有分的 我们日历都分过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这种名字的分合 所以只有 因为早就已经过了几万 所以这个 都是我们 所以我觉得 他认为这个 是有什么 我想 其实南方的名字 你常常说 其实现在才发现 南方也是一种文化的 这个花园地 不只是北方 那南方的这个稻米 你可以看 那个稻米在浙江 这个稻 还有事实上 北方 它们 你可以 那个论理讲的 他吃了米 哇 我吃了这个好东西 他们吃的本来就是高粱嘛 或者小米 那很难吃啊 对不对 可是他知道到 哇 他说 你还吃到 哇 那种东西你怎么吃得到 所以你可以看呢 这个文化的交流 事实上很早就有了 不要现在 所以世界的这个 我们应该有个关联了 就是人种的这种 有人说 以前呢 这个在造人的时候呢 就像在烤烧饼 第一个烤上去了以后呢 烤过头了 就出来是黑人烧焦了 第二次呢 就怕黑 就说出来就是太淡了 就白人 第三次刚好 火火刚好就是黄中文 他们是开玩笑的 但是事实上 已经是混合了 已经是混合了 这个事实上 没有什么 所以刚刚也是 是会所讲的 这个呢 认为是最 最后的后台的时候 不好 最后的后台很好啊 是不是啊 谢谢 在把三连三三天 天和你永远 不在见 只求彼岸 不问几下 亲爱的观众朋友